上回咱们说了,德军总参谋部派保卢斯上非洲去看罗美尔去了 只可惜罗美尔也没咋给他面子,依然是我行我素,导致又一次进攻托普鲁克失败 于是,保卢斯在离开非洲前,命令罗美尔放弃对托普鲁克的进攻 保卢斯还明说了他下达这个命令的原因 他说呀,实事求是的讲,罗美尔是位卓越的军人 可是一意孤行的向托普鲁克的推进,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决定性的胜利 反而使他原来就已经够长了的补给线,又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公里 托普鲁克港在他的面前是一道屏障 班加西港比迪利波里港的距离近多了 可是负责向非洲军团输送补给的意大利军队 因为害怕英国人在地中海上揍他 所以拒绝向班加西派出补给船 这样一来,留给罗美尔的就只剩下一条从迪利波里到托普鲁克的漫长补给线 该说不说呀,人家保卢斯真挺够意思 因为他和罗美尔有些私交,所以他不但下达了命令,还解释了原因 这也不得不让罗美尔认真地去分析保卢斯说的话 而且最主要的是连续失败的打击也终于让狂热的罗美尔冷静了下来 开始认真地分析他所面临的困难 在非洲那种地方,你别的不说,咱就光说对付活着 罗美尔的部队每个月就需要消耗掉三万四千吨基养 然后你还不能月光族呢,你还得打仗呢 还得防备着哪天突然补给线断呢 所以用来作为储备的物资,每个月又需要两万吨 再加上意大利军队和在利比亚生活的意大利老百姓所需要的6.3万吨基养 每月所需基养的数字惊人的达到了十多万吨之多 可是刚才人保卢斯提到的那个迪利波里的港口 每个月仅能容纳4.5万吨的物资 面对这些严峻的事实 尽管德国驻罗马的代表们已经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但还是只能保证每月向罗美尔提供最多两万吨的物资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 即使是保证这个根本就不够的数字 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想要把吉昂从欧洲运往北飞 地中海是必经之路 但由于英军对地中海上战略要地马尔他岛的控制 以及英国在海空军方面的优势 很多从罗马运过来的物资啊 都让英军给直接在海上就干尘了 关于当时德军吉昂通过地中海的情况 老关找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啊 说是英国在马尔他岛驻军比较多的时候 德国和意大利开往北飞的船只几乎得有40%要被击沉 即使是英国驻军很少的时候 德国和意大利的船只也只能保证95%的渡海成功率 也就是说不管咋地都无法保证这本来就不够的后勤补给物资 百分之百的送到罗马尔的手中啊 而且丘吉尔还曾经给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下过许多的死命令 比如他说阻止意大利和非洲间的海上运输是地中海舰队的首要任务 为此即使损失大量的战列舰 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在所不惜 强调完了客观原因咱再回过头来看看罗马尔的现状如何 现在补给困难的罗马尔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展开新的战斗 但是他的军队仍然牢牢的围困着托普鲁克 就在罗马尔对九宫不下感到冒心欲裂的时候 英国也正在谋划着在北飞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呢 丘吉尔对北飞的战局非常关系 在英军连遭罗马尔胖揍之后 丘吉尔不顾本土部队装备不足的事实 果断决定向北飞增兵 4月下旬他力排众议 派出海军船队装载着300多辆坦克 冒着巨大的危险是直接进入了直布罗陀海峡 5月12日英军的船队安全抵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英国从本土运来的这批坦克 极大的增强了韦维尔在埃及的实力 装备抵达的同时 丘吉尔还致电韦维尔说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西部沙漠 获得一次绝境性的军事胜利 在丘吉尔的催促下 英军仓促的组建了一支临时性的机动部队 任命戈特准将为指挥官 那等增援的东西到位呢 就决定趁隆维尔现在补给不足发起进攻 维维尔打算以出席不意的方式 收复靠近海岸的边境阵地 并在德军增援赶到之前 消灭托普鲁克东部几座城市里的德军 为了加强进攻力量 维维尔还特意给戈特调来了两支坦克部队 分别是第二皇家坦克团和第四皇家坦克团 这俩坦克团一共拥有26辆马地尔达二型坦克 和29辆老式巡逻坦克 英军将要反攻的情报 很快被隆美尔的电台截获了 罗美尔一听来活了 瞬间也就不闹心了 根据罗美尔的设想 他要用一支部队紧紧围住托普鲁克 再用另外一支部队坚守塞鲁姆前线 同时采用机动防御的战法 防止英军迂回到德军背后 在兵力的使用上 罗美尔让非机械化部队坚守固定阵地 把机械化部队集中起来作为预备队 这样他就可以在击退英军向托普鲁克的集中攻击后 随时把机械化部队再调往塞鲁姆 继续跟英军死磕 当时利比亚和埃及边境上的巴尔迪亚 塞鲁姆和哈勒法亚爱口等战略要地都在德军的控制之下 塞鲁姆和哈勒法亚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 坦克只有通过这儿才能顺利的进入大沙漠 夺取进入利比亚的通道 德军如果丢了哈勒法亚爱口 老龙的部队就容易被来自埃及的英军给一顿揍 到那时候他就只能是放弃对托普鲁克的包围了 所以哈勒法亚爱口可以说是这次战斗中最关键的战略要地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罗美尔却把这个爱口的防守任务交给了意大利人 老龙到底是咋想的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这块老官查了好多资料 到最后啊 也没整明白这罗美尔为啥把他交给意大利人 5月15日 英军向德军发起了代号为短促行动的进攻 英军一步从正面直击哈勒法亚爱口和整个塞罗姆防线 装甲部队则是从哈巴塔地区出发 向卡普错保进攻 经过了50多公里的夜间行军 英军于5月15日早上 出其不意的直倒哈勒法亚爱口山顶上的异军据点 俘获了数百名异军士兵 随后负责指挥坚守塞罗姆 卡普错保一线的冯赫尔福上校 在英军的疯狂进攻下回天乏术 只得是把所有的部队都撤了下来 至此利比亚一侧的德军一瞅他们前边的据点都被拿下了 一琢磨自己好像也够呛了 所以啊 全都开始一窝蜂是在往后边狂跑啊 虽然说后边的德军跑了 但是人家冯赫尔福上校这次撤退却是有目的的 他在把部队撤下来稍事休整避敌锋芒之后 又抓住时机在16号的早上带着拔亮坦克杀回去了 英军被干了个措手不及是全线溃退 与此同时后赶来的英军也正好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投入战场帮忙足迹 而是一听说德军又杀回来了 以为是老龙组织的大规模反攻开始了 于是啊 后来的这帮小子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啊 撒牙子就开溜啊 就这样 在16号的早上 北非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现象 就是英德双方的坦克都像疯了一样 像自己的后方狂飙啊 此时的罗美尔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于是他立即下令禁止后撤 然后赶紧又从围攻托普鲁克的部队中 调过来一个坦克营加强防守 准备和追过来的英国人是决一死战 这次决战 罗美尔会取得胜利吗 英国人还有哪些后手招呢 关注老关 咱们下集接着聊